在今天 強烈大陸冷氣團影響 這一整天 整個北部的溫度都是偏低的 像台北市 從中午到現在晚上 溫度都只有維持在13度到12度 今天晚上 這波冷空氣更強 要提醒大家 穿著方面一定要注意保暖 那再來 連續的四天假期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要注意什麼事項了 冷氣團影響之下 雨要下多久呢 一直要下到禮拜天喔 所以 斷斷續續的降雨 在中部以北是比較明顯的 到了南部地區呢 只有局部的真雨出現 可是呢 這天氣冷之下呢 要提醒您特別注意喔 洗澡要通風喔 因為最主要有些家裡面的熱水器 是裝在這個窗戶內的話 就要特別注意 小心別一氧化碳中毒了 另外呢 要特別留意的就是 大家如果前往山區旅遊的話 山區因為這華南雲帶的影響 容易有一些低空的雲層進來 這 你在平地看它是雲 到了山上 它可就變成是霧了 濃固的現象在各山區都會出現 在山區行車 活動的朋友要小心 第三件事情 沿海的陣風明顯的偏強 像今天晚上呢 目前在無期的陣風 也有在九級的強陣風 海邊城鎮的朋友要留意 騎車的時候小心 另外呢 海上作業的朋友也要注意 下個禮拜一呢 第三天的假期 雨的部分要逐漸停了 下個禮拜二 最後一天的假期 氣溫部分開始回升 我們就來看一下衛星雲圖 雲圖上可以看到大片的水氣帶 從著日本一直延伸到大陸的 華南跟江南地區 這就是華南雲帶了 雲帶接近之下呢 伴隨著有局部性的正雨出現 這個雨不是一直下不停 但是有時候對流雲層一發展起來 局部性的降雨還蠻明顯的 目前看來 禮拜六 禮拜天 這兩天都是受到了華南雲帶的影響 加上北方高壓帶下來的冷空氣 所以呢 室冷的感覺非常的明顯 到了下個禮拜一 隨著整個水氣量逐漸的減少 下週二 高氣壓勢力 冬移到了韓國 我們的風向開始變東風 週二的溫度開始上升 下週三 週四 溫度再回升些 來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中部以北仍然寒冷 尤其是室冷的感覺 在北部最為明顯 低溫11度 而到了南部地區雲亮多 低溫在16度 東半部地區的花蓮宜蘭降雨多 而到了外島的馬祖溫度 甚至掉到5度 金門也只有10度 小滴您給您的提醒 特別注意的是山區有物 行車方面要注意 還有往中部以北遊玩的朋友 雨區行車特別注意安全